大家好,我回來了,我跟大家vlog了 今天是3月25日,星期日,下午2時3時 其實我今早都做了很多事,我今早吃了早餐,其實那是午餐加早餐,我吃了炒意粉 後來寫書,寫了一個範疇 我想下星期我應該完成第一篇 用了一個月,兩個星期,或一個星期,完成第一篇 希望快點過下星期,我就可以開始評論我本書的內隆去脈 由頭到尾,再看看是否合不合適的 有很多東西跟大家更新 講解一下為什麼我會有這個vlog的出現 話說大家如果有留意這個YouTube頻道,都知道我皮膚不太好 早前確診了是玫瑰座瘡,大家都看到有一兩條vlog出現了 就是說我的玫瑰座瘡Journey 所以皮膚不太好的時候,做美容評價是有點難度的 因為比以前減少了很多產品 有一天,因為要計劃April的內容,我就上IG和大家聊天 我就說真的有點難 因為皮膚不好的時候,很難再試很多新產品 因為你怕弄得很差,我又在做治療,又在看醫生 我覺得不太好,所以我就留意我現在用的東西 然後我就問大家,其實還有什麼大家想看呢? 後來很多很多人都說想看vlog 然後我也是重新那句 其實vlog只是看到我和我家 因為今天星期日,我這個星期日到星期六 有東西拍,我就會上來和大家更新 然後我剪片的時候,就會看看那條影片會不會太長 如果是太長,太多東西和大家說的話 我會分兩條 一條會在星期四,另一條會在星期六 所以大家可能會看到星期六都有影片 因為如果太長那條影片,沒理由一小時剪一條 你會悶死,所以我就會分兩條 另外就是這個寫書,大家都不知道 我沒有在Youtube發表過的 就是我想寫一本書 由2月尾3月一直都在開始強迫自己寫 這本書就是關於我的My Perspective on Life 大家很多時候在網上都會問到我很多不同類型的問題 例如愛情,工作,生活上的不同類型的問題 大家都會問到我 我覺得可以寫一本書是整理好所有我自己的看法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就在做這件事 所以3月份也有點靜,因為我都花了很多時間去寫書 如果你跟我的IG,我把IG的名字放在這裡 如果你沒有跟著我,就可以去找我 因為其實我那裡都做了很多更新的 這兩大件事先更新 後來第3件事,我上星期已經收到一個網絡 我一直等到今天才跟大家拆 因為做VLOG,做VLOG我要有些東西跟大家說 最好就是拆東西,大家又開心又開心 話說就是My Teresa上兩個星期有免貸 我買了兩件T恤和一雙鞋子 雙鞋子都蠻搞笑的,因為我看中了兩雙 但後來我就想一下,買兩雙好像太多了 然後我就想在IG問問大家,其實大家覺得哪一雙比較好 第一雙就是這雙 第二雙就是這雙 其實大家投票的時候都是差不多的 但Chloe那對Espadryls贏了一點點 既然我問大家,當然是順中要求 我買了Chloe的 待會再拆開來,穿上腳看看我不行 我們現在先開箱 大家看看這個箱多大 你看看,摘死我了 我現在先開箱 等了很久了 包得很漂亮 在Theresa買東西有這些包包 每次都是不同的描述 它就進入一些單位,我待會再看一些單位 我要給大家看一些盒子 你看看,一盒,然後兩盒 難怪箱這麼大 對了,哎呀 不如我應該...哎呀 倒到周圍,不要塌 我應該拆了一雙鞋給大家看 還是拆了一件衣服給大家看 我決定這盒輕一點,拆了一盒輕一點 我買了三件T恤 又要穿上身,對不對 講解一下,一會兒再穿上身給大家看 最近都是沉迷這個Acme Studio 所以我看到Theresa有這個款式 我就買了 這裏有個笑哈哈公仔 近期很多東西,波鞋都有這個笑哈哈公仔 但我喜歡它沒有logo,只有笑哈哈 如果你不知道牌子,你根本都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物料好像不錯 我買了大馬,買了這件灰色,因為經常穿 然後我就沒可能不買黑色,是不是 先放下這張紙 買黑色 黑色就沒有笑哈哈 我繼續發雞 黑色就純黑色 都是Acme Studio 純黑色,這個就更加低調了 但我看到物料好像不錯,好像挺實 一會兒再穿上身給大家看看 如果你有興趣,連結我會放在下面 不會因為vlog而沒有連結 都是會有連結 這件大家都知道我喜歡Stripe PT 我看到這件不是很貴,但蠻可愛 因為有塑膠在我胸口 這件我都不懂,我要問我法文老師 這件是Cecile Cecile Cecile 這個牌子 後面就是這樣 Cecile Ghost Bananas 我喜歡它是藍色和白色 這個膠都不是很大梳 應該穿上去都OK 現在試上身給大家看 這件是Acne 穿上去就這樣 都OK 物料都輕身,但比較挺身 少許透,但不是透得很厲害 我穿T Shirt通常都在前面 都會放鬆鬆 然後摺起來 大家都聽我說過100次 我看到物料好像挺實 所以我想試一下 究竟會不會用幾次去摺 會不會可以耐到下一年 這件都是我會穿的 例如夏天或夏天 我會多加一件外套 這個就當作底衣 所以我覺得T代我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實用的產品 這件跟剛才那件差不多 布料都差不多 沒有說稀稀稀稀的 也沒有說你拿兩桿好像就是散開 我都會放在前面 我覺得這個更便宜 因為全部都是黑色的 我很常會穿這些衣服 夏天基本上我只穿這些 我不會穿其他東西 我覺得這個Cut 剛才跟剛才那件很相似 但我先拔走Tex 我覺得這裡是比較瘦身 這個袖是剛剛好 剛才那個有鬆的 所以這個應該是再貼一點的設計 我拔一拔給大家看 剛才那件會比較鬆 這個都鬆 但沒有剛才那個位置那麼鬆 所以這個會貼一點 你們自己看吧 我覺得這個我買了一個馬 是絕對不適合的 這個是大馬就剛剛好 到這件了 這件比剛才那兩件都比較鬆 剛才那兩件這個位置剛剛好 但這件就會比較鬆 比較鬆一點 我大馬也適合 然後這個袖位也是比較鬆一點 比起黑色那件 我覺得這些位置和灰色那件差不多 在這裡鬆一點 沒有那麼收身 我也是會這樣穿的 我覺得這件很夏天 後面又有一個字 然後這裡有一個椒 我覺得不錯 馬上感覺到好像很夏天氣 然後到這一盒 都是我最緊張的那一盒 不知道怎樣 還有我對Chloe的鞋 可能因為我對Boot 我都頗有信心 Chanel的Espadryl 不知道是我的腳型不適合 我覺得不是真的很好穿 比一隻很舒服 可能要穿鬆了先 但我其實想在鞋買回來 就已經很好穿 其實是不是要求太多呢 Chloe這一雙 我們現在打開看看 我買了39號 不知道是否適合 我現在全身都是紙 穿上腳給大家看看 剛才我給大家看 大家看的照片 好像看到是Lavender的顏色 但實際我看它的描述 它都說是灰色的 所以我都蠻興奮的看 底部是這樣的 這裡做了底部 然後這裡又做了底部 這裡套了皮 不知道會不會比平常那些更耐 不知道要穿過才知道 現在先穿上腳 因為我覺得這裡是蠻特別的 做了波浪紋 最近都是穿上腳 說了三次都還沒穿上腳 現在先穿給大家看 穿上腳了 平常都是穿39號 剛剛好 因為Chanel那一對 其實是要適合這個位 這個位置很窄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要買大半號 但適合這個位置 鞋子又會鬆 所以有時候我也覺得很奇怪 無論如何 我想試一下Chloe這對 會不會比較舒服 我先站起來給大家看看 我站起來都沒有頂子 至今感覺好像很舒服 我一會兒出門的時候 測試一下 穿一穿出去 因為一會兒晚上去太古吃飯 不是很遠 所以應該不會懶腳 所以我稍後會穿出去 再跟大家報告 最近買東西都不錯 全部的東西都OK 我一邊用就一邊跟大家分享 究竟值不值得去買 我現在先做一些公司東西 然後我們出去吃飯的時候 我再帶大家一起去 我們來到太古了 之前我們多數都去Dame Riot 一陣子就是Greyhound 這次因為vlog 我們想有些不同 我想試這個Mango Tree Cafe 不知道多不多吃 我們先進去拍一下 應該不用排隊 這麼早 進來了 Hello Hello I don't know It's fake It's fake news OK 看看有什麼吃有什麼喝 其實有沒有送食 看看 剛剛那個是Menu for野飲 這個是野食 剛剛Mr.Honey看到這個已經發光 冬陰炸雞營 可能都會吃這個 Chicken wing 看看有什麼吃 這個都是必喝的 其實我很餓 快點來吧 快點來吧 先來一個油脂沙律 因為我們兩個都非常餓 所以是叫了很多東西吃 打算吃不完 打包我明天吃 然後到冬陰炸雞營 還有這個 不是炸蝦餅 是魚餅 炸蝦丸魚餅 然後有一個醬 兩個醬應該一樣 吃一下好不好吃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真的冬陰味 這個就是青咖哩雞 它是配飯或蒜蓉包 但我們點了炒飯 蒜蓉包配青咖哩雞 還有沙爹四條 還有醬汁 還有蟹子炒蝦 好帥 好了 怎麼樣 好吃嗎 好吃 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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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吃 都OK 香港人的口味 冬陰宮雞營可以更加冬陰 其實沒有什麼冬陰宮味 其他都OK 不吃得辣的絕對可以試 都好吃 如果你是想要正宗的泰國口味 或者比較正宗的話 那就不適合你了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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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已經吃到悶了 所以我說要轉一轉 不是悶死人 然後來到這裡 所以 nice cage 現在我們就去這裡 去曼寧 因為我有些貨幣 今個月有些貨幣 之前買了少少東西 在樓下 但沒有這間那麼多選擇 所以我現在就去這裡 入貨了 看看有什麼買 用貨幣 它有沒有浪費 買了很少東西 回購PeterThomas Roth的青瓜面膜 回購PeterThomas Roth的光彩 藍色面膜 還有Mr.Honey兩盒的剃鬍 還有一支Avan Cleansing Water 就是這麼多 然後我真的穿了Chloe的新鞋 一會兒都不痛 後面沒有戒腳 因為Chanel的後面會戒腳 所以很棒 一會兒再走一會兒 看看飯後甜品 What's yours? 朱古力和朱古力 朱古力和朱古力 Mine is Green Tea He doesn't like Green Tea 他不吃Green Tea 所以他看到已經噁 我先享受冰淇淋 哥哥又有話說 You know it's so bad and it tastes so good But you enjoy it though? Oh god It's not even once a week It's like once every few months 通常幾個月才吃一次 你看多人 It tastes very delicious You just know it's so bad 剛剛問他是不是真的不喜歡 我叫他試一點點 我不喜歡綠法 You only drink Green Tea Green Tea fine But you don't like anything that tastes like Green Tea No, it's sickly 我都覺得不錯 飲飽吃醉了 現在回家 我確認這對Chloe Espadrilles是不錯的 如果你們有興趣快點按下面連結自己按一下 因為實在是舒服的 我平時穿39號買39號 而且完全沒有戒、沒有刮、沒有痛、沒有夾 Chanel也不夠舒服 有興趣就自己去看看 我們現在回家了 我們下一天再見 Bye Bye Goodbye See you tomorrow May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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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Bye 五安 現在已經是星期二下午4點3 我剛才蠻做蠻做 由9點開始做到3點半 中間吃了半個小時 做到3點半 在做什麼呢? 寫書 寫Vlog 現在肩膀很痛 所以先移動一下 終於說完了 我現在整妝袋髮 真的說不到話 整妝袋髮打算外出 待會後就會外出 好累 寫了好幾個小時 所以這裡都很緊 我現在先移動一下 為什麼會外出 第一 我有點悶 第二 昨天我煮米粉 都會有意外發生 真的有意外 我嘗試找回鍋的樣子 放在這裡 大家容易想像我是說什麼 先說昨天的意外 因為實在太好笑了 話說我找了一個小鍋 然後有一個瓶 那個瓶已經用了很多年 不知道它原來開始想分開 餅和鍋都想分開 用起來沒有東西 我煮過米粉 很開心可以吃 因為我已經很餓了 我昨天早上趕完東西 出去做指甲 我打算吃東西才出去 煮完之後當然很開心 然後拿起鍋子的時候 鍋子和餅分離 幸好是鍋子掉到我的碗裡 我打算放米粉吃那個碗裡 所以我的米粉還有渣辣 沒有掉到街上 不然我有排抹的米粉就這樣 鍋子是這樣的 然後它就掉到我的碗裡 然後我拿著這條餅 看著分離了的鍋子 然後我就跳起來 因為其實它有些滾水 有些湯 我怕它會踩到我全身 其實我做妝代法打算出去 然後踩到我就跳起來 我一跳起來的時候 我的腳就撞到一個櫃裡 我現在給大家看看傷口 大家看到嗎 這條疤痕 實際不是很深 但真的很痛 有些魚 昨天有一刻想過 是不是要拿相機 拍攝我無奈的樣子 然後我就想吃米粉 還有抹地 因為有些滾湯 所以淺了下去 幸好沒有辣到我 因為那一秒鐘我就想 我跳起來好嗎 因為自然反應一定會跳起來 因為被滾水下去還沒胃 我現在都是撞到腳 只有一塊痛 如果它是滾水滾腳 真的滾到我了 整個腳面都會有 所以我就選擇跳起來 在一瞬間 然後我就覺得意外發生 昨天Mr.Honey回到家的時候 我跟他說我要買一個鍋 沒有鍋吃米粉 然後今天會出去買一個鍋 我都跟Mr.Honey說 選擇一個不要看它的價錢 但是要它耐用 不要再分離 因為真的很危險 如果我走近一點 或者反應慢一點 應該是弄到我整身都會 甚至乎會弄傷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 別人煮米粉我煮米粉 我煮到鍋都會分離 很可愛 一會兒出去買鍋 然後買鍋之前 我就會去Chanel 因為我會 其實就是這樣 前幾天 我就上網無聊 看別人的Instagram 看了有個 我追蹤的Hashtag 寫著Chanel Loveless 然後我就看到有一個袋 然後我起手 就CAP了一個Screen 然後傳給Chanel的SA 然後我就問他 如果你有這個款 這個顏色 你翻了 你通知我 誰知道我的SA很聰明 馬上去檢查 其實我也不知道那個袋 新還是舊 因為在Instagram 很多人發出 都未必是新的 可能是他的collection 可能是limited item 我都不知道 我純粹是問一下 誰知道他回來說 我檢查到有 你過來看 他就說我留了 你過來看 別人留了 不好意思 所以今天就會去看看 看看會不會真的喜歡 就決定買不買 所以就是要買煲和看包包 還有 昨天先更新 做了指甲 因為指甲太長 所以要去做 這次有點不同 又不灰又不黑 Shocking Pink 再加這個 花紋的物體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有點像油漆 不規則的油漆 兩隻手都是眼下的 只要你有興趣 就自己參考 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很興奮 又可以買東西 這個Vlog也是會買東西 我待會帶大家一起去 看看我最終會買到什麼 對 出來了銅鑼灣 去了Chanel 玩了一會兒 我也是決定帶袋走 所以回到去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 究竟是什麼 那份是禮物 不是我自己的 這個才是我的 我們現在去Soul Go 旁邊這裡 金百里 螢眼妙手 五樓吃台灣菜 我先過馬路 其實螢眼妙手那間菜都好吃 不過我們為什麼這麼久沒有來 就是因為坐升降機要等很久 所以經常都好轉 但我們要等待很久 反應 我經常抱怨 這間我想我從大學吃到現在 通常都是高貨的餐 都不錯的 我們叫來叫去都是那幾道 叫到阿姐都認得我們 幫我摺蝦一句 你說是不是很成功呢 阿哥很喜歡香芋珍珠奶茶 他很喜歡香芋的味道 我喜歡荔枝椰果 完全是皮蛋豆腐 昨天阿哥才說他自己一個人可以吃一道 昨天你說可以吃這整道菜 對 混合 對 雞蛋 又是要我來的 好緊張 被我摧殘了一段時間 是不是炒得很漂亮呢 這裏最好吃的 是鹽酥雞扒 我覺得鹽酥豬扒也不錯 但雞扒最好吃 然後有一個前菜 前菜是會不同的 吃了幾次都不同 所以說不到給大家聽是什麼 然後我轉了做滷肉飯 還有A菜 他又是沒得吃 Do not allow you to eat I'm not eating tonight people I'm on your diet I'm on your liquid diet 他說他今晚其實不是吃東西的 This is all for Jess 只有我才有得吃 因為我乖 Because I do good So I can eat I don't see any good Really? Really? I don't see any good I don't see any good You You 這些酸的東西 一會兒就會移師去對面給阿哥吃 因為我完全不好 我都不好的 所以這些東西就要離開我了 阿哥也有得吃 他這個是紅燒雞肉 都是滷肉飯 都是A菜 他等了很久了 我們現在先開飯了 飽吃了 現在我們去Sogo 上去不知道第幾層 去看煲 用了15分鐘 買到了 回家才展示給大家看 但品牌是Skampan Skampan IQ Denmark 選了這個 有點不同 阿姐說不貼底 我相信阿姐 對 是 昨天的那個就是這裡斷開了 所以差點鹿死了 這個很實正 所以應該沒問題 都是時候要升級 很可憐 就是煲 姐姐說不貼底 她說豬物皮、煲奶都不貼底 用不瘦鋼的就貼底 我就說好吧,試試吧 我都沒試過這個品牌,叫Scan Pan 應該是Denmark,Made in Denmark 計劃就是這樣 先看看,電腦和油的爐都可以用的 我特意買這個 因為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換爐 這個因為很實正,我打算用它很久 所以我就有選擇會好一點,就是這樣 I'm quite happy with this 好,這個稍後Scan Pan我放下它 還有User Guide 應該不用了吧 大家看不看菜單位嗎? 有菜單位大家看不看? 我多數都不看,我自己發掘的 接著就到這個袋 我先拆開給大家看看 猜不到SA幫我找到 我SA都說全香港都賣光了 她是問了很多很多人 幫她在很多很多不同的店舖才找到 然後我都說麻煩你 先拆開兩包 大家會不會儲存生茶花的? 這個質感有點不同 跟平時一樣 跟平時一樣 對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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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這個盒子 我現在全身都被包圍 我先拆開 大家都知道我有藍色的Jumbo 上年賣的 一用之後非常非常喜歡 因為連我的VLOG鏡頭也能帶進去 長銀包也能帶進去 很多人問我其實重不重 其實有點敘手 不過我揹上身 我裝的東西其實就不是真的重 連鏈都沒有硬著 其實我用完好一期之後 我都跟Mr.Honey說 我很後悔這麼晚才買它 我說如果它有一個美色的話 我都會再買多一個 Mr.Honey說你喜歡就買 如果你經常用 因為他看到我一直都用 我想你們在Instagram看到我的照片 都基本上是揹著它 所以他就說 如果你真的這麼喜歡就買多一個 買多一個你喜歡的顏色就有提款 不用經常揹 他都是哥哥 我上網追蹤人家的Instagram 最初看到黃色、綠色、紅色 全部都不燒 黑色我就覺得 如果我喜歡我都買了 我就是嫌它有點悶 然後我就心想不知道會不會有灰色 但我要深灰色 因為如果淺灰色應該都很容易髒 我經常穿深色衣 所以這個價錢的袋我是不會買淺色的 然後看到我竟然有一個深灰色金鏈 我看看能不能找到這裡 如果我找到這裡 那張照片的金鏈是很金的 然後我發給我的SA說 如果你有這個麻煩你通知我 其實我不知道是新還是舊 我也不知道是多久之前的照片 然後SA說找到了 然後我就問他有沒有銀鏈 因為其實我看那張照片 我不是很喜歡金鏈的 因為它真的很金 然後SA說沒有這個款只有金鏈 不如你先下來看看 然後他告訴我那個金是香檳金 大家現在看 因為旺旺的燈底下就會看到它少少金色 其實那個扣都很少 很微弱的金色 但是我覺得如果白光打下去 基本上是像銀色的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都是JUMBO SIZE 因為我個人高 而且我裝的東西多 所以就要JUMBO SIZE 非常非常開心 竟然找到灰色 但現在我就滿足了 因為藍色也有一個 灰色也有一個 都是最容易搭的顏色 亦都是不滿的顏色 我現在都開心了 除非看到一個真的很精神 我才會再考慮 否則這兩個就夠細酥 就是這樣 很開心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想看這個包包的評價 可以留言在下面 我要要試玩看 另外 想考考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是看到我的影片 如果大家最後看到這個影片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你們最常用的表情 你們自己選吧 你自己選擇 你們最常用的表情 留在下面 告訴我你是看到你最後的 星期二我會繼續VLOG 明天也有特別事做 但因為我怕影片太長 所以我會在這裡斬一斬 另外星期六會再跟大家見面 現在先說Bye Bye 星期六又再跟大家見面 Bye Bye